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拥有得天独厚的制度优势 以及全中国最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只可惜近年却因为政治争拗陷入无优子的内耗 严重拖慢社会发展的步伐 贫富懸殊 房屋短缺 人口老化 产业单一 医疗不足 教育失调 青年 失落等问题都是日积月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 必须用坚定的决心 长远的眼光 宏观的策略去处理 在更高的起点上 推进改革开放 同时要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各位朋友 这些发展都是香港801遇的重要契机 香港是大远之地 我们不可以坐井观 顾步自封 只有踏上国家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 香港才能够迎来经济上再次的腾飞 我对大家的肺腑之言 尽管现在世界充满变数 只要750万人一条心放下分歧 修补撕裂 大家站稳脚步 调整心态 坚决支持 落实一国两制 积极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以创新思维 推动经济和社会的革新 我深信 香港一定能够 培养新的优势 实现新的发展 沉获新的动力 哈佛已经在大变国中再创新的黄金时代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